老师们已经把你们问题 全点出来了 只提醒男生一句 女人的心可以小 男人的心一定要大 连女孩也没做错啥 你说人做错啥了 今天你想腻骨她 如果十年以后 你们还有这种愿意 把生活里的所有细节 都愿意分享的这颗心在 那我觉得你们可能 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了 去保持吧 好吗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你做的那些我都看得到 你对我的爱我也能感受到 但是我就是希望 你不要再这样 紧固着我 就算还爱你 那我每天如果不快乐 我也会受不了 我知道 我希望我能看出 我为你做这么大改变 我为你放弃在盈川工作 到沈阳工作 而且公子也交到你那边 然后我就希望 你能够体谅体验我 而且我以后也 不会让这项那样的时候去 过分地去 苛求管理的 我会改变 然后我就希望 能够 与你继续 谢谢两位 请回 接下来就看看这两位 做何选择吧 请开门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呀 我和老婆刚结婚一年 她呢就要再买一套房子 要把她的爸爸妈妈 从老家接过来住 问题是我们现在 还有车袋 如果以后再要孩子的话 根本负担不起 第二套房子 但是我怎么劝她也不听 她宁肯呢 几年内不要孩子 也要买房 现在我一直拦着她 跟她吵了好几次了 我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劝她 有没有第三条路呢 就是把她的父母接过来 可以 能不能先租房子 过渡一段时间 等你们的经济实力 稍微好转一些 再为她的父母 添置一套房子呢